由張書豪、馮小岳主演的新戲 這日舉行預告發佈會 由於女主角陳賢熙 導演林巧謙和編劇呂安賢 已加身在內地 未能回台灣出席活動 宣傳的重任就加給兩位男主角 不過導演和編劇 也有透過視像和大家見面 電影遠赴加拿大拍攝一個月 張書豪和馮小岳在台上分享很多拍攝趣事 其中一樣就是張書豪好妒忌 馮小岳和陳賢熙 有很多時間吃喝玩樂 而自己幾乎日日開工 由朝拍到晚了 張書豪為了新戲 以苦練結他 同樣背大量英文台詞 拍攝時間又要扮女人 又要在街頭狂奔和打鬥 不過這些對他來說都未算很困難 我講真的最困難的部分 真的是我看到他們兩個過太爽 我真的不是開玩笑認真 我知道 我感覺到了 那困難是一樣都去那邊拍一個月 他們真的一個禮拜放三天假 那很誇張 比上班主還誇張 我可能有些時候真的到現場需要調整一下心情 這次是張書豪和馮小岳第二次合作新戲 大家變得更熟樂和更有默契 而在戲中他們飾演大學舊同學 片中有不少好兄弟之間充滿情意的溫馨畫面 不少人都好奇當中是不是暗藏BL情數 其實我覺得導演跟編劇他們有這樣的渴望 但是他們又不希望我們做得很明確 所以我覺得就是因為可能正常來說 可能男生跟男生之間一些情感的表達方式 不一定會是這樣 但我們可能在電影裡面有放大一點啊 或者是會讓人家覺得 這樣子感覺好像是在跟喜歡的人做的這種情感的交流 我們自己在演的時候 其實我還好啦我也沒有很扭捏 你有嗎 我沒想啊 其實我都是拍完了才意識到 中招了 可惡你們這些人 你後悔了吧 不會啦 昨天看了真的還蠻 就是很舒服這樣 哦 噓